一般民眾開車都習慣倒車入庫 但您有想過為什麼嗎 一個習慣的問題 是從車頭出去是最順暢 對自己是方便 如果說你停車的時候 等於是先苦後樂或先熱後苦而已 開車習慣成了最大公約數 但其實倒車入庫的好處 比你想像多更多 如果原先停放車頭就是朝外的話 下次出發只要發動引擎 就能夠出發 但如果車頭朝內的話 就必須先倒車才能夠上路 有緊急狀況 倒車入庫立刻派上用場 另外還有人身安全考量 車頭向外 車內狀況一目了然 但如果從後擋風玻璃往車內看 可能由於距離遠 加上部分車款隔熱紙較黑 無法判斷車內狀況 難防有心人事 倒車入庫比起倒車出庫 從視角來看寬廣許多 除此之外碰上電瓶煤電請求協助時 車頭朝內死角多 恐怕造成救援困難 還有網友給出專業建議 認為由於剛開車 引擎是冷卻的 在冷車的狀態下 倒車是最好油的 我後面我明天早上我開車 我要倒出來 這個速度也不會太快 省你也看不到 這個比說實在話 我出去我油門再踩深一點 所做的這個油耗 都遠遠超過倒車入庫這個油耗 專家提醒雖然有可能 省不了多少 但別小看倒車入庫 學問可不少 不過有美食賣場 基於開行李箱 放東西方便的理由 建議車尾朝外 以免擋住車道 影響其他人權益 國外則有車尾朝外的規定 是為了防堵逮徒出案後 加速逃離 停車衡量方便 省錢或安全 還是得應定質疑 記者 陳方 相應方 台北 幸福報道